沒錯,今天有可能是我 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一集 Hello,大家好,我是老子 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龍宿利賓鴨 上面就寫說用1比4去沖 可以沖到25份 我們平常在茶餐廳喝的都一定是這些 沖出來的 沖,大家都懂的,一定是用水 但是呢,有什麼味道 好難喝 那問...沒錯 問題就來了,我不覺得水 是唯一可以用來做沖裡賓鴨的原料 所以今天找了一種不同的飲料 找出沖裡賓鴨最佳的拍檔 有咖啡,葡萄色,雪菲,珠奶,啤酒 綠茶,檸檬茶 網絡學,今天我都要幫你找出最佳的拍檔 第一樣試的就是 豬奶,豬奶這麼好喝 混什麼都是好喝的 1比4 哇 它變成這樣 有沉澱蜜 很難形容 我喝到後來的反胃 第二樣要試的,咖啡 我每天早上都會喝一杯 那它混泥品鴨會怎樣 變成這樣 很難喝 然後是雪碧 我覺得雪碧應該是最正常 最安全 哇,很漂亮 好像紅酒一樣 接著要試的是葡萄色 以前考試的時候 上學一定會喝一支葡萄色 很難喝 它變成了 比紅酒 再深一點點的顏色 聞下去是葡萄色的味 聞不到你 很難用 接下來是啤酒 平時我是不喝啤酒 超級乖 乖乖 變成這樣 好可憐 好飽 等一等 不要喝 接著要試的是綠茶 我最喜歡喝的是蘋果綠茶 我免得蘋果味 就用最普通的蜂蜜綠茶 好像正常一點 差不多 每次都這樣吃 好喝 這個好喝 普通的蜂蜜味 有一點綠茶味在一面 煮蜂蜜綠茶 這個應該可以沖來喝 檸檬茶 檸檬茶 甜 多糖 蜂蜜 甜 多糖 多糖 只要蜂蜜 蜂蜜的顏色都一樣 就是這樣 這一堆 是屬於難喝的 這兩個 是屬於中等的 最好喝的是 溝雪碧 應該是最 還有一瓶 豬奶 都要放在 沒有喝那邊 這兩個 中等 這兩個是最好喝的 很痛 如果大家想吃的話 吃雪碧 或者綠茶就好了 吃蜂 不要教它 好喝 好喝 我們可以去消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